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想跟大家讲讲关于中东的问题 最近也门的胡塞武装在红海水域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原因就是反对以色列入侵袈裟 当地时间1月12日时有消息传出美国和英国在也门境内联手对付胡塞武装 那次的任务就是专门针对胡塞武装的特定目标实施打击 也门首都萨拿以及港口城市贺台达等等多个地方都传出爆炸声 至于胡塞武装又如何应对这件事呢? 当这些攻击发生后 胡塞武装方面也作出强硬回应 也警告了美国和英国将会对这次公然侵略也门国境 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外伊朗也对这次攻击强烈谴责美国的行为 因为这样是明显侵犯也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还说美国这样做是违反国制法的 国制法这件事究竟到今时今日还有多少国家还肯进手呢? 我看所有的军事大国当中包括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等 这些西方国家看来都不是真的这么在意这件事的 所以这个国制法中存不存在呢? 我就对此有很大的疑问 不过不要紧 拳头大可能代表着国制法也未定的 虽然现在胡塞武装在遭受到襲击之后 也强烈谴责英国和美国 说声言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到今时今日我们也看不到英国和美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伊朗当然也站在胡塞武装那边一起来谴责美国 但暂时来看都只是把口说的 要知道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仍然在爆发之中 现在以色列还更加加强他们的力度对付黎巴嫩的真主党 可能亦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亦对胡塞武装进行一系列的打击 但这样做的话 看怕中东地区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为什么美国和英国要对胡塞武装实施联合空袭 背后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现在就向胡塞武装动手 为什么之前动手 还有英美两国动手会对中东的局势造成什么影响 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全球布局 当这系列的问题出现之后 首先就是我相信会令到中东局势变得更复杂 但事实上美国也忍了好一段时间 在早两天 亦即是1月11日 美国、澳洲、巴林、德国、汉国等10个国家 发表了联合声明 为了表示应对胡塞武装 持续破坏当地的稳定 所以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力量就是会在当地 对胡塞武装进行一系列的打击 当中亦获得荷兰、加拿大、巴林和澳洲的支持 而且还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单独的集体自卫权 来对实施今次的打击 自从新一轮的尾巴中突爆发以来 胡塞武装亦在红海经常襲击一些 与以色列有关的商用船隻 藉此表示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而早在去年12月中时 美国当时呼吁过要在中东地区组建一个海上联冠 藉此要震慑一下胡塞武装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美国的呼吁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或参截下去 去到12月31日 美国曾经在红海击沉了胡塞武装三艘船 继而导致10人的死亡 从那次之后 红海的局势也变得更加紧张 而且那次更加是美国杀死胡塞武装分子 不过始终美国也是避免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但是开了先例的时候 美国也不再怕你了 我认为英美两国现在联合打击是有原因的 第一就是胡塞武装之前也攻击过美国的军兰 这样也令到美国有藉口可以滑击 第二就是联合国的安理会 也在1月10日通过了关于红海局势的决议草案 而且也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为 从这一点 也令到英美两国 在表面上好像拿到国际授权一样 因为今次的反击是得到安理会的认可 而美国军方在较早前也表示 美国对16个由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据点 进行了多达60多次的打击 包括轻炸、指挥所、军火库 以及发射系统 以及一些生产设施 以及防空雷达系统 可想而知 美国是有一系列的情报 也很清楚 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 当空袭爆发后 对胡塞武装来说 根据英国国防大臣Shappers 也在X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 他说 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了4架台风级战斗机 与美国一起对胡塞武装两个军事目标 进行了正确打击 而英国皇家空军更加发布了照片 当中显示出台风级战斗机 从英国的空军基地起飞 参与这次的联合空袭任务 另外根据美国的有线新闻网络 CNN的报道 胡塞武装的资产 在今次的空袭之中 是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可以见到 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 实施正确打击 目的就是要将 胡塞武装的核心目标 以及不同的基地 迅值破坏 这一点也表明 美国有决心 会削弱 胡塞武装的军事力量 而且这次由美国主导的 集击 目的就是以珍涉为主 同时也告诉胡塞武装 他们的行为 是应过了底线 色趣的话 就不要再踩这条底线了 如果不是 当中一些领导 恐怕会遭到杀身之禍 这次就炸了你们的军事设施 下次就会最极其重要的人员 之后 胡塞武装 还够不够胆 袭击美国的商船 暂时来看 胡塞武装就好像停了手一样 还是现在 胡塞武装也需要一些时间 来整顾他们的军事力量 因为遭受到英美的联合空袭 或多或少 也损失了一些很重要的资产 对胡塞武装也有一定的打击能力 要知道胡塞武装过去 是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直接交手的经历 基本上胡塞武装 对英美的军事力量 真的不太了解一样 如果不是 胡塞武装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 袭击美国的商船 相信这次的凶杂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也颇为大 所以现在胡塞武装也停了手 表面看来 英美的凶杂就好像有效一样 而另外 胡塞武装的外交部负责人侯塞恩 在凶杂之后 更加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贴文 他说他们面临着美国和英国广泛的敌对攻击 以及也会警告华盛顿和伦敦会对这次公然侵略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不过 美国军方五角大楼就表示尚未见到胡塞武装会对美国的行动有任何报复的迹象 另外美国军方也说出一次事件就是胡塞武装在1月11日于亚丁湾的国际航道上发射了一枚反栏导弹 而且也没有在那次事件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或财产的损失 那一枚反栏导弹吹了出去就跌到海 不知吹来干什么 可以看到在这场的冲突里面 由于英美的联合空闸已经基本上升级了 但是胡塞武装有没有反击的能力 暂时这一点都是未知之数 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 当是英美实行联合军事打击之后 伊朗也很可能会对胡塞武装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来让他们可以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不过胡塞武装目前也比以往变得更加孤立 除了伊朗会向他们伸枪援手之外 真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支持胡塞武装 所以单靠胡塞武装自己 有没有能力向美国和英国反击 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 至于沙特阿拉伯自从与伊朗的关系缓和之后 也减少了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 但是随着美国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之后 沙特会不会配合美国呢? 这个是值得相确的 虽然暂时看沙特阿拉伯还是不想插着脚 但如果美国向沙特施压的话 那是很难说的 但是沙特也要权衡和伊朗 之间的关系 那么难得沙特和伊朗 大家的关系 也不想因为这样而再破坏了 但如果沙特也介入也门的内战 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 恐怕中东的局势就会变得更加恶劣 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也会变得恶化起来 不过总体来说 今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所带来的日外效应 已经从加沙扩展到不同的中东地区 而且也随着美国的打击恐怕也会令局势变得更复杂 那么会不会爆发第六次的中东战争呢 现在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心 至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又怎样说呢 他们就强调要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也呼吁各方克制避免局势升级 在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有和胡塞武装进行谈判 但是这个谈判又有些什么结果暂时都只有一个傾字 不过好幸不是说没办法谈的 至于伊朗方面就这么说 强烈谴责美国和英国的行为 这个也是侵犯了也门的主权领土完整 不过这种说法就实在太官康了 你伊朗又敢不敢替也门出头呢 相信伊朗就不会这么做 因为始终美国的军事力量就远告于伊朗 失利远殊 伊朗也不是蠢货 所以暂时来看伊朗也只能够谴责英美两国 不过说到底 英美两国这次对也门的袭击是出师有名的 因为他们的商船遭到胡塞武装的骚扰 另外伊朗也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 提供资金提供情报 虽然伊朗一直都否认 从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到就是 美国也不愿意和伊朗发生任何直接的冲突 仍然都是维持于在外交上的口角 但是美国和英国直接介入也门的冲突 这一点也代表着整个局势是恶化了起来的 至于土耳其又怎样看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也谴责了英美两国的联合空杂 还说英美两国这样做就会把红海变成血海 当然阿尔多安一直以来都希望想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共主 对任何西方国家向一些伊斯兰国家发动攻击 伪当案都会打握着这些机会来对谴责西方国家 但谴责始终都是贵谴责 土耳其政府基本上在这次的事情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但是在外交上反而就这样斥责英美两国 就说胡塞武藏有反击的权利 而且还引述土耳其政府的情报部门 胡塞武藏这样做是很成功 还提到伊朗目前在考虑怎样可以保护自己 免受就造附近所发生的事所影响得到 还有当阿尔多安说到在南非的国际法院 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这一案的时候 阿尔多安更表示对国际法院有信心 更加说以色列的罪行已经被一一记录下来 将会交到国际法庭 土耳其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的文件 更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土耳其也会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 艾丹更加强调他相信以色列最终会被判有罪 奈塔尼亚湖是走不掉也都无从辩护了 艾丹这样做就真的很聪明 他将这些问题交给国际法院 由国际法院来到向以色列 以及西方国家从侧面上向他们施压 从法理上向他们施压 就不直接地跟西方国家硬碰硬在军事上的冲突 艾丹多安的存在 是一些关键的时候 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艾丹多安一直都是在这些国际事务上很务实 而且也是很聪明 而且有很多位可以走 我自己就反而更加认同土耳其的做法 但是土耳其的做法又能不能够可以对以色列 带来什么的实际影响 暂时来看都还未有影响 因为始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是有美国大力的撑腰 这一点也需要看美国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支持 而内塔尼亚湖 这个也好看美国人的选择 尤其是今年就是美国的大选年 如果今届美国总统选举仍然是由民主党执政的话 可能对美国在以色列的支持就不会出现什么改变 但如果转了由共和党扎桑的话 对以色列来说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数 关于中东的话题今节就说到这为止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